即使胡适却是幼稚多年 但对胡适依然有种忍不住的关怀 斯图雷登也是 他们二人都留下了遗嘱 可惜谁都没有真正实现 他们也没有选择归藏护旅 胡适当时是不能 而斯图雷登则是不祥 他们都是现代知识分子 也是现代公民的典范 胡适曾是旧事人 而斯图雷登则是宗教人 他们都是幼稚的书生 也是现代价值的播种者和维护者 胡适是世俗的学术人 而斯图雷登则是宗教美外的世俗人 他们都曾对近代中国介入如此之深 胡适执义者但不参政 而斯图雷登则是义者也参政 可最后的结局呢 他们都成为悲剧的书生 和政治上的失败者